大家好 歡迎W10咖啡 我是俊元 我們今天來到台中 Covid Starover 我們 歡迎主理人舒華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舒華 我是Covid Starover的主理人 現在在台中 我們有兩間店 第一間店 主要是賣手沖 還有義式 第二間店 我們就是 賣紅膝 跟義式的話 是用喇叭機 我們就希望一店是比較明亮多層次的 二店是厚實 然後比較甜感的 那基本上我們就是用味道去區分 我們的 1店跟2店 舒華是 很有經驗的 咖啡師 也是烘豆師 也是杯測師 從事咖啡的行業已經非常長的一段時間 很期待可以來喝喝看你的咖啡 請你先沖一杯咖啡 我們來喝喝看 好啊 OK 那我們來沖吧 那現在呢 我們就先來 看一下我們店裡的 沖煮方式 那今天我示範的是 山羊濾杯 那我們店裡 主要出杯的有 Hario V60 然後有Kono 然後還有 山羊濾杯 好第一個 我們在做沖煮的時候呢 會 在悶蒸上面我們會有大概兩個步驟 那所以 主要是針對希望上層跟下層 它吃水的時候能夠均勻 所以呢 第一步我們 在悶蒸的時候呢 我們會先 很均勻的去做上層的繞圈 那當上層都膨脹之後呢 我們也希望下層能夠均勻 所以我們會往中間 往下面倒 你會發現它會持續的膨脹 那可是膨脹的狀態你會發現它好像 每個地方不太一樣 那我們會藉由濾杯的移動 讓每個地方都很均勻的悶蒸 那這是我們店裡中培的豆子 中培的豆子我們會讓它吸一下下水 那不會讓它整個顆粒都乾掉 好 那蒸蒸完呢 從中間 會希望把 所有的粉塵都有一個水位把粉全部撐開來 所以當你發現旁邊有水 水痕的時候我們就 迅速的把它繞開 那迅速繞開的時候其實我們的 觀念就是跟 在杯側一樣 那杯側的時候我們時間到了時候就會拿湯匙 讓全部上面的顆粒很均勻的冒泡泡 那我覺得冒泡這件事情是可以讓顆粒快速的把氣體擠壓出來 跟它能夠吸飽水 那吸飽水之後它就會往下沉 去 溶出比較多的甜味 那所以我們的其實整個步驟 就分成 讓 顆粒均勻的悶蒸 跟把粉塵分開 然後接著呢就是讓所有的顆粒都冒泡泡 那這時候它就會很 均勻的去再往下沉 然後會在下沉能夠 釋放更多的甜味 這個蘇華蔥的咖啡真的是 很好喝 香氣很足 那裡面的風味很飽滿 那我們剛才看到你的這個沖煮方式 有沒有 特別想要呈現出這支咖啡的特色 是在什麼樣的風味 那這支其實是我們的一支 blank 那裡面基本上就是 是個南美洲的豆子混合的 那其實當初 那也是把它烘到中培 希望是比較柔順 比較甜的 當然因為中培其實它就是算比較平衡 就是去年的 我們每一年會出一個年度配方 那去年我覺得疫情差不多了 希望可以大家感受一些甜甜的感覺 所以我在出配方的時候就 以這個方向 那所以我剛在 做的時候其實 我們店裡的 沖煮方式其實都是希望 不管豆子怎麼樣 我們的方式就是 會用出我們的框架 比如說 我們都很希望在喝的時候是很 平衡的 那當然因為平衡大家的平衡的 的那種 定義可能有點不太一樣 那如果就我們從味覺上面來看 香氣味道口感 我們希望都要有 因為我們基本上不會希望 香氣是特別明顯 因為我覺得 都是取捨 如果你的香氣表現得非常 強烈那代表你會犧牲掉可能味道 或是你的口感 如果你的口感味道非常重 其實相對來說可能會犧牲到你的香氣 對所以 那 回回頭來講我們的沖煮方式的話 其實 會發現剛剛在沖煮的時候 一開始我們 很快的悶蒸 可是 你會發現我們 在山陽濾杯這個濾杯 的方式我們會在中間 會在鑄 那中間鑄誰 因為 我們自己其實之前會有發現 就是說 當我們很快速的 悶完上層的時候 你會發現其實下層的膨脹率 其實 非常非常低 那為了 達到均勻 我們自己嘗試的一些方式 發現 如果我們從中間 因為中間畢竟還是 對於均勻度來說 是最 容易達到均勻的位置 但如果從左邊右邊 其實它很很快可能就從邊邊肋骨 往下面流 那所以當從中間 滴下去之後 下面會跟著膨脹 那你就會發現 那個水 讓它在膨脹的時候 膨脹的狀態會有點不太一樣 但我覺得 不太可能每一個都是完全均勻的 所以我們就試著用 濾杯晃動的方式 讓 水啊 讓膨脹的狀態 膨脹到 我覺得相對比較均勻 對因為我覺得均勻的方式 其實真的有很多種 對因為像 法蘭蓉可能有些是用 一弧動 然後布 布在動 對所以就 這種體會就會覺得 那我們就試試看 讓均勻的方式這樣 其實我們在喝咖啡 當然我們 最終要喝的是一個 好喝的風味 那 每一個咖啡師有他自己的 充足的技巧 有時候我們只看 動作來學習 可能沒辦法學到那個精髓 所以其實要能夠了解 你想呈現的風味 跟你自己 喜歡的風味 達到一個平衡 是很重要的 對 那蘇華對於這個 剛開始想要接觸 咖啡 想學習 咖啡的朋友 有沒有什麼建議 基本上如果我覺得 學咖啡之前 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你要先能夠分析你 喝進去的東西 因為有時候 大部分我們剛接觸咖啡 或是你剛喝咖啡 一定是喝喜歡 或是 這個東西有一些 很棒的東西 可是很棒的東西 你怎麼去定義它 那怎麼用比較客觀的方式 去了解說 咖啡在你的味蕾裡面 它發生了什麼事情 比如說 香氣 什麼是真的講的香氣 那它的香氣的強度 香氣的位置 它的差異是什麼 那你又 又怎麼用 萃取的方式去做一些調整 那味道 味道我們就講到 酸甜苦 酸甜苦的架構 其實有非常多 那可能它在位置上 就會有很明顯的差異 有些酸在上二 有些酸在前面 有些酸在後面 那我覺得你先有這些 味覺的架構之後 那其實之後 你很了解你的味覺 那之後你在做沖煮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為什麼有時候在這邊 有時候在那邊 那 這時候你去做你的沖煮調整 去做連接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這會非常非常的快 其實現在網路上有很多的資訊 那很多都是 教你怎麼沖咖啡 但是教你怎麼品嘗咖啡 或是教你怎麼辨證風味這件事情 好像是比較少見的 對對對 那 書老師這邊有一個 線上的課程 是不是請你跟我們介紹一下 那在我們的課程呢 我們會藉由 一開始 我們會希望你能夠 先品嘗咖啡 當你知道你怎麼去喝 那接著就是 你如何去做沖煮 那我們在沖煮的架構上 也會去 很完整的去跟大家講 每一個萃取的環節 那當你會萃取之後呢 接著呢 你應該就能夠來去做好好的品嘗 因為你在品嘗的時候 也不希望 是因為煮不好 那你就沒辦法品嘗 所以 我們都希望你能夠 會喝 之後 然後會煮 會煮之後呢 那就會 品嘗 那為了這個整個 過程的流程 我們在 課程裡面 讓我們也特別設計了 味覺的體驗包 那就是 你可以加 加購 那加購的時候你就可以 藉由我們在 課程的過程中 就能夠跟著我們一起在 課堂上 裡面去喝 那整個的 味覺的 課程體驗包呢 裡面大概有60種 那我們從就剛剛講味覺的 體驗 然後到每個充足的環節 然後到最後風味 對都會有一些跟著我們課程上 可以一起做的 所以這個課程是一個有互動式的內容 我們可以藉由這個體驗包 那跟著 課程的影片一起來做 所以你除了可以看得到學習動作之外 還可以實際去品嘗到味道 讓 這個一起上課的學員呢 可以看到就是說 怎麼充足咖啡之外 你實際上喝到的那個印象會更深刻 對對對 那我們課程其實裡面是用 體驗包是用掛耳包 那我們希望減少一些便宜 所以像味覺的體驗那邊 我們就會有比如說酸味 其實我在烘焙的時候就先把它 烘成比如說酸 是在上額 或是在舌面 前面後面 所以你 不管怎麼煮 那我就希望你跟著我體驗 其實酸的架構是有什麼 可能口感的架構 所以可以讓大家 一邊認識風味 那也一邊學習煮咖啡 那煮咖啡方式很多種 我們課程裡面會介紹什麼樣的 重煮方式 基本上這一次的 課程其實我是主要是希望大家 不要太往招式 而是找 從原理 比如說 水溫 你在控制水溫的時候 為什麼你要選擇90 為什麼選擇80% 其實他就只是 可能在味道上有差別 可是往往可能是有人跟你說90%是因為他的喜好 他的味道的發展是這樣子 所以整個來說就會這樣 所以在手法上其實我們是希望 當每一個原理你都懂之後 你就會創造出你自己要的東西 在沖煮咖啡上有很多的扁移 像剛才舒華提到的水溫 還有各種沖煮方式 甚至你用的器材器具等等 都會去影響到咖啡的風味 當然我們要去了解原理 之後你才可以自己來做應用 所以如果別人的一套沖煩你把它完全複製回來 可是你的器材啊你的豆子啊 跟別人不一定一樣 效果可能會沒有辦法呈現這麼好 所以 當真的想要認真學習咖啡的時候 其實要了解原理 了解怎麼平常風味這一點 是很重要的 那我們這個課程是適合 初學者嗎 還是進階者來上這個課程 因為這個是其實是我可能 自己從業 我從高中畢業到現在 17 18年 我對於咖啡的整個的一個 我的想 我的整個想法 那我希望就我抓了幾個重點 我覺得 你只要這幾個點打 打通了 我覺得你很容易 不會說覺得自己沖得很爛 而是覺得說 我好像還可以再沖得 更酸一點 或沖得 更圓潤一點 或等等 因為我覺得 其實喝咖啡應該是一個 享受 那當然我覺得 從業源源是要有 自己給自己壓力的 當然裡面有很多原理 其實對於你 怎麼掌控咖啡來說 是相當有用的 從原理來講 然後 從淺到深 所以應該是不管是初學者 或是從業人員 來看這個課程 應該都會 蠻有幫助 可以學習到很多 跟咖啡相關的 知識 還有 整個咖啡萃取的 原理 所以這個課程的內容 我們會帶大家 先從認識味道 找到你喜歡的味道 進一步 你能夠做出 你喜歡的咖啡 這對於想要 學習咖啡的朋友 是很有幫助的 更多關於這個課程的資訊 我們會放在下面的說明欄 有興趣的朋友都可以 從說明欄的連結裡面 再點過去看 今天非常感謝 舒華跟我們的分享 請大家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好 分享 在這邊 字幕詞